在胶片的光影里 我们寻找历史 解读情怀 中国的革命 需要这样一个坚定的性格 在历史的感召下 我们重整形状再出发 把革命力量逐渐引向敌人的心脏 听说上海中央派来一个刘安公 乘天指手画脚 他错在以红四军军委的名义 限制了党的前委的工作 你们再这么争认下去 红四军会军心不满 法际算公 电影《古田会议》 让古田精神永放光芒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军旅文化大师爷 我是于曼 红旗越过亭江 直下龙岩上海 一代委员毛泽东 在诗词当中反复吟诵过龙岩 而龙岩这个地方 就是1929年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的地方 85年后 2014年的10月30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就在福建省上宏县古田镇召开 被称为新古田会议 那么召开两年以来 寡大官兵发展出前所未有的新风新貌 而我们军队的文艺工作者 也几根形式 创造出一批来形容 来表现我们古田会议的文艺作品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就来选举这样一部电影 古田会议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该片由谭晓明指导 许伯岑 王维志 世晓龙 王怡苏联合主演 影片于2016年7月1日在全国上映 1928年底红四军在湛南地区几乎全军覆灭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红四军临时决定向民息转移 毛泽东顶住压力 要对红四军的流寇主义 极端民主化和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整续 总想着走周串线 快速得到激昂 这种流寇主义思想一定要克服 中央派遣刘安公来到红四军 矛盾越来越激化 红四军内部的分歧 最终让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中落选了前委书记 但在国民党三省会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 朱德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意见策略的合理性 陈一从上海归来带回中央指示 恢复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 毛泽东统治应仍为前委书记 前委下面不需要设立军委 红四军经过心权整讯来到古田 我相信在这个战场上 胜负已经建筑 古田料事宗辞 红四军九大召开 纷纷血化中毛泽东做了政治报告 确立了建党建军原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 从此脱离童年 踏上了新的征途 电影《古田会议》直面历史 成功展示了古田会议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今天电影《古田会议》主创 及主要演员 做客军旅文化大师爷演播室 他们有特别坦荡无私的这种性格 深入了解毛泽东和老一辈 无产业革命家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回顾历史 解读影片 我觉得一千个中国人当中 一定有一千个毛泽东的形象 我觉得《古田会议》就是主 用光影与史实的力量 指引我们在当前形势下 进一步贯彻落实古田会议精神 让古田精神涌放光芒 那么今天我们军旅文化大师也特别请来了这部电影《古田会议》的主创人员 我们首先要有请的是电影《古田会议》的编剧导演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影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谭晓明老师 和我们电影《古田会议》的美术师王大雄老师 在这部电影《古田会议》之后 包括像很多的专家学者影评人 也包括很多的我们的共产党员 包括我们现在的广大官兵 包括很多的普通的咱们的百姓 看了这部电影都给了很高的评价 而且很多人给的评价很有意思 有人说这部戏很有趣 有人说它很深刻 还有人说它这个题材富有诗情画意 那这样我们编导给了我一张纸 上面也是列举了电影《古田会议》的九大特点 我相信可能谈到都没想到 我们会总结出九大特点出来 这样我们一点一点的聊 我们先看第一条 说最诗意的表达 说这部电影是非常诗情画意的一部电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各位我们先来看一张 外有顽敌 内有争论 洪思军现在很艰难 而我们却只能在这里做看客 这些是什么花 是菊花 是野菊花 这米西的山上遍地都是这种花 这既不能拿来冲击 又不能入药的 也没什么用 你说的不对 这遍地的黄花 既能够装点群山 也能够寄托情思 怎么能说没有用呢 今天是重阳节对吧 知道 孟爷爷 每逢佳节 备思期 晚上我请大家喝酒 好了 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片段 确实各位应该能够感受得到 从整个的画风上 包括的旋景 再包括语言 包括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第一个镜头 毛主席内心的独白 然后写在信纸上那种感觉 非常的诗情画意 那谈到在整个叙事的结构上 包括整个的每个角色塑造上 您是不是就想打造一个诗情画意的感觉 从景庚山出来 28年底的29年初 到古典会召开 29年的12月29号 这一段将近一年的历史过程当中 事情特别的多 就是说你怎么样在90多分钟 最多100分钟的时间里边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这是从剧版来说 就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后来在我们沟通过程当中 就发现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把这个电影 建立在毛泽东的第一人称的叙述上 通过毛泽东的回忆 故事赏回到将近一年之前 用毛泽东的第一人 曾用他的心理历程来做试点做结构方式 因为他当中有六段 毛泽东的内心堵白 赶南一战 红四军损失惨重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红四军临时决定 向米西转移 公司军内部的争论越来越激烈 中国革命应该如何走下去 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礼仪之邦变成了蛮荒之地 中华大帝成了列强和冒险家的乐人 中国人争取的 不仅仅是在列强面前的平等尊严 我们问道欢迎 上下求索 是要在中华大地上 建立一个文明民主的新国家 所以说这样可能观众看来 他会更容易接受 或者说看得更清晰一点 当然在这部电影当中 主要塑造的一个形象 那其实是对于毛泽东的刻画 非常的有新意 对 而且我们也知道 其实毛主席不光是一个军事家 并不只是一个伪 他还是一个诗人 而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一个人 所以说在整个影片当中 包括他的每一段独白 每一个场景的交流上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感觉 所以刚才看那个片段当中 各位应该了解了 从整个的场景的设置 他的包括人物的气质等等方面 我相信作为美术师来讲 白白老师 你应该也是济费苦心 设计了很多很多的场景 来凸显这样一种感觉吧 毛主席呢 不但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 军事家 军事家 还是伟大的诗人 对 我中学的时候啊 就被毛主席的诗词所震撼 像七律长征 现在还记忆忧心 这样 红军不怕 远政难 万水千山 十等线 乌岭位一腾气浪 乌蒙磅礴 走一晚 金沙水派云牙暖 大度侨恒 铁索寒 更兮民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 尽开眼 之后呢 接到谭岛 给我这个剧本之后啊 马上就赶到这个福建省 龙岩寺上航线的古田镇 在那啊 就开始深入了解 毛主席和老一辈 无产级革命家 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这时候就每一件 真实的场景 和那些遗留下了 那个珍贵的那个物品 真是打动了我 所以在这影片 整体的色调上 我和谭岛 反复的研究和探讨 就这个整个色调 怎么来处理 最后呢 达成了这个 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一致 那细节上 您做了哪些的刻画 或者说 您有哪些设计呢 你像就想啊 把它拍成油画般的 这个史诗般的效果 在光的运用上呢 想利用伦布朗的一个 光线 就西洋画的感觉 对对对 让每一幅画呢 都能感觉到这个 诗情画意 接到这个谭岛的这部 这个剧本之后 也激发了 您的一种创作欲当中 是啊 是啊 我相信这可能是 那个年代 因为您比我长 您要比我年长 那个年代人 对主席的那种情怀 对主席诗词的情怀 对对 所以您全部的 运用到了这部影片当中 是啊 你看最后那个 我真是带着这种情感去的 像彩桑子 这个崇洋 人生易老 天难老 碎碎碎从阳 鸡肉从阳 暂地黄花 分在乡 带着这种情节去拆景去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了 像这个大雄老师 粗犷的外表下 一颗非常细腻的心 真的是 所以才可以有这样 诗情画意 这么细腻的画面 对对 好 这就是第一点 两位的创作 带给我们一种 诗情画意 诗的感觉 来 我们下面说第二点 第二点呢 就没那么诗情画意了 不算特别现实的感觉 说这部影片 最高性价比的一部影片 首先问谭导 你觉得这话说的准确吗 我觉得是准确的 准确 因为我本以为 看这部电影 因为大历史题材 又有战争场面 而且呢 要真实地还原历史场景 对 我想这部戏 怎么也得 两千多万三千万 最少了呢 已经是 是吧 但是我们长眼 就冲我摇了摇头 说不告诉我多少钱 说让我直接问您 说这部戏太值了 您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大概投入是多少钱 不到八百万 不到八百万 我们也给您粗略了算了一下 我们整部影片 节奏非常的快 对 九十二分钟 运用了一千八百六十九个镜头 对 当中有很多是很高水准的 大片水准的镜头 所以说如何省钱 就是谈到 难题不在您这 在您这 这个省钱 真的是靠大雄老师 您这来省钱 您怎么省出来的 这个真是动了很多脑筋 大场面这个场景 首先呢 都把这个气氛图 都得画出来 因为这个 我插一句 我们所有的大场面 在拍摄之前 大雄都把所有的气氛图 全画出来了 所以我们做起来 就会比较方便 您这很省心 对 您跟我们讲讲东南 比较需要省 我们举几个例子 你看这个 大场面这个镜头角度 非常重要 古天会议这个大场面 有好多 你想攻打上航城 对 那些夜戏 还有林杰刘安东 就有很多人已经倒下了 可是还有更多的人 加入到这次队伍当中来 前仆后继 绵营不绝 很多还有行军 红军行军 还有这个敌军的大部队 你这个都得需要很多人 怎么办呢 这个道具 服装 都很有限 那导演要求要签卷嘛 这怎么办 那攻打上航城 选的夜景 有烟火效果 我这边呢 做了很多这个 工程的云梯 高的十几米 那有六米的 有七米的 不同的那个做后景 前面呢做了很多沙袋 这样的时候 你就把画面紧凑了 再加火光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我说 他给您出难题 谭老师在出难题 我就要打场面 对呀 然后你去弄就好了 是啊 你等行军这个更麻烦了 行军 二百人那个服装道具 你怎么办 他要千军万马 当时谭老师说 至少五百人 地区的 至少五百人 那我这个一千人都可以了 当时就要一千人 那制片主任就急了 这上来挣一千人去 行不行可以吧 人都不要这么多 对呀 你当时他当中找到人 我这条又难了 服装 对对对 道具枪支 是吧 这时候怎么办 最后我和瘫头 反复研究 他说那你这样 山路 你说我找S型的 U型的 三层的 是什么意思 那山路啊 你行军的时候 山路 他哪有众生 他哪有众生 不知道究竟多少人 你说其实我们只有一百人 他是三层嘛 我从上面拍 但观众感觉到是绕的 全是人 但是他还一面 我们就挡住了 就挡住了 要求 这个谈讨要求 更是 对我这条更是有难度 说这个山路啊 你每一段必须有树 遮挡这一块 不要人 对 尖开 这样不就拉开了吗 这个整个这个队伍 就非常长了 看似千军万嘛 对 但是只要是党上的 就全没有人 都没有人 所以这样呢 我这就是 就跑了 在横店 一号山 二号山 三号山 什么这个 长城博览城 还有这个 这个延安山 延安山 我就是这个 几天呢 就就就就就 来回跑这个 跑这个还不行 你得找个最佳角度 还得有几段来挡上 哎呀 费了 真是费了很多 这个功夫 所以说谈导 您得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这大众老师 非常感谢 是吧 这样说了这么多 我相信很多朋友 又迫不及待地 想倒回去看一看 那些大场面 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 来 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要特别 替观众朋友 感谢一下大雄老师 有您的这样一份付出 才可以看到 这么完美的视觉的呈现 好吧 再次 谢谢 谢谢您 好了 您稍作休息 好吧 感受领袖的魅力 展现思想的交锋 这会严重的阻碍 根据你的建设 这土改耽误了 可以弥补 再说了有段奋夫 和赤卫对在 红四军必须 以军事行动为主 所以我要撤了他 霸气洒脱的毛泽东 尖锐憨厚的朱德 电影《古田会议》 将如何演绎这场 猪毛之争 柳安宫撇开党的前尾 擅自召开军部会议 不经组织决议 擅自下命令 这么瞎闹腾 红四军迟早得出事 军里文化大事 也正在播出 电影《古田会议》 台前幕后 这辈子我都没想过 我能演朱德 他是一个现场丰富 非常丰富的演员 稍后精彩继续 咱们接着聊这部电影 我们该说下一个问题了 刚才我们说了 诗情画意 说了性价比 其实在这部电影《古田会议》当中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有一个人物关系 其实是最让观众揪心的 那就是猪毛之争 其实在很多的历史电影 当中猪毛之争这个话题 都有提及 但是好像咱们这部电影当中 对于猪毛之争 更加的人性 或者讲 对于猪毛之争 我们刻画得更加细腻 当时在排这样一个 人物关系的时候 您是怎么考虑的 猪毛之争 在现在电视屏幕上 是有展现的 但是在大荧幕上 从来没有展现的 《古田会议》为什么重要 就在于猪毛之间 各自处于 都是出于对革命的负责任 这个心态 然后站在不同的角度 对革命的理解 他们之间发生的 这个观念之争 才有最后的 《古田会议》的召开 所以说只要写《古田会议》 就逼不开猪毛之争 你要找到一对 基本的性格冲突 用这个性格冲突 能把那一年的历史 从人物性格逻辑上 推导出来 那么比如对当时 朱德来说 朱德的性格 我觉得挺好把握 就是第一 责任性特别强 特别夯厚 有长者风度 当时朱德是 红士军的军长 他是要对 这次对方负责的 而且我也知道 朱德是一个 学霸型的一个 对 他是留法 留德的学生 朱德是很有 自己的思想 那么朱德 对当时朱德 有一个问题 但我在法国 在德国 学到的所有的 这些理论当中 我没有听说过 当时说毛远 你说的这些东西 我凭什么相信 但朱德凭直觉 他觉得毛泽东 毛泽东说的话 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得对 这支部队负责 所以朱德心中 是很纠结的 很矛盾的 在这样的一个 寻找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找到了 那种性格 冲突的逻辑 我们把它找到了 所以说我们在 这部影片里看到了 不一样的 朱德跟毛泽东 这样的支争 我想可能这一段戏 或这一段故事 真正体现了 古田会议的 他最深刻那段精神 是一个深刻的体现 这样我们也通过 影片去看一下 林安公撇开党的前委 擅自召开军部会议 不经组织决议 擅自下命令 这么瞎闹腾 红四军迟早得出事 军委决定战术问题 前委保证的方向 不是挺好的 现阶段 我们每一次具体的战斗 都要与工作全局相联系 都要与土改宣传 是连在一起的整体 安公通知知子长 招和战权会议 他错在哪儿啊 他错在以 红四军军委的名义 限制了党的前委的工作 这是下级指挥上级 红四军现在已经乱了规矩 土改受到影响 老百姓就会对 红军的政策失去信任 这会严重的阻碍 根据你的建设 这土改耽误了可以拟补 再说了有断奋夫 和赤卫队在 红四军必须以军事行动为主 那真正的强敌来临 我们只能束手就擒 哎呀 猪毛猪毛啊 你们再这么争人下去 红四军会军心不稳啊 那其实猪毛之争 不仅是在这部影片当中 而且延续到了 我们今天的演播室 来各位掌声 欢迎他们 欢迎两位老师 刚才呢 我们也跟谈导 跟这个大中老师 聊了很多 关于视节方面的 故事整个构架方面的 一些事情 两位也听到了 其实这部影片呢 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就一点就是 两位伟人的形象 那其实说到 徐老师 您觉得这一次的 塑造主题的形象 您觉得能够打多少分 天呐 这个自己打分 我觉得好像太不合适了 这个是的 那这样 那先上导演打个分 如果满分100分 我要给他打 90分吧 谢谢 高还是低 太高了 没想到好 我要知道我心中90%的 关于主题形象的事情 但是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是吧 这是导演的评价 来作为影评中的对手 来 我拍这些这个历史门门题材 和我对手的伟人 我觉得跟他搭戏是非常舒服的 在我的眼里 跟导演的分数可能还要高一点 您给多少分 我要给他95分 历史性的过程 历史性的过程 我们刚才不总结了9点吗 该说第4点了 这个学老师你稳住啊 第4点就是 电影古田会议里边 毛泽东的形象最有争议 那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当时选这个角色的时候 有多少个被选的方案 那导演说吧 就其实能演青年毛泽东的 在国内的演员上 就是那几个 比如刘烨 刘烨 黄海斌 黄海斌 那个许伯成 还有一个 侯金健 以这四个为主 现在还有一个王班 王班 主要是这几个 我们这个戏呢 因为从筹备到决定开拍 时间比较短 演员的档期 我们能接触到的 就是黄海斌 侯金健 对 许伯成 就这三个 这三个呢 我们觉得 气质不一样 关键 我选演员是这样的 我选演员 第一我要看这个演员的气质 跟我对这个剧本的想象 是不是一致 这是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标准呢 我一定得看一下他的戏 看下去 不是 我不看别的 我就看这个演员 松不松 他只要松 我就觉得 就这两点满足了 我就特别有信心 最后呢 我们觉得在我心中呢 许伯成 最能够代表 我对剧本当中 毛泽东那个形象的想象 其实刚才这个 唐导也说了 其实在这个 毛泽东这个形象上 有没有自己也跟那些 已经成功的形象 进行对比过 就是英国人说 他们的那个 哈姆雷特呢 是一千个人心目 当时有一千个 他的形象 对 其实呢 我们中国人呢 如果要是说毛泽东的话 这个形象 尤其是在这三十年当中呢 我觉得一千个中国人当中 一定有一千个 毛泽东的形象 其实我记得当时 唐国强老师在 第一次演毛泽东 这个形象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在非议 也有很多人在质疑 他适不适合演这个形象 因为好像我们脑海当中 很多的过去的一些 这样的即时题材的 这样的大的作品 都是特性演员 就说你要长得像 再说别的 这样 我发现他不愿意比较 他不愿意跟这些 同样成功的形象去比较 那我们就做一回恶人吧 我们来帮你比较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 博三老师 他的形象 跟我们见过的 每一个主席的形象 比较起来 到底是什么样子 来 这不就要接你了 让我先向人民接钱 这个口 我这么开得了啊 无意这口号 有了广泛的回应 重党派 都居民签字了 这么快啊 这倒是始料未及啊 是啊 现在官方态度已经明朗 民盟和民歌 都站在我们一边 老江彻底孤立了 万方有罪 罪在镇宫 如果说以前的事情 罪在袁世凯 一人身上 那今日张勋 康有为复辟的闹剧 又当罪责何人呢 你的丈夫 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 他把中国 介绍给了世界 我看 你也可以 积蓄他的作用吗 可以把 中国南京实现以后 中国人民的态度 告诉给全世界 根据地的建设 强大的红军 以及敌人的矛盾 这是我们取得 革命成功的关键 闽西地区的土改 我觉得很有特点 抽肥补胜 抽多补少 抽好补坏 而且还给富农出入 这被井冈山 又前进了一步 好了 那看过了几个 同样是主席形象的演员 他们来塑造 你的笑容很诡异 我们先不让你说 这位谈导 您给评价一下 您觉得 每一个形象的特点在哪 我这么认为的 就是比如说 唐弘强老师演的是 钟老年的 那个毛主席的形象 这个可别性不是太强 对 因为毛主席本身 性格在发生变化 可别性比较强的是 青年毛泽东 刘热身上气质比较硬 对 他能演出那种 就是特别硬的 硬朗的那样的 一个感觉 那个黄海斌呢 书卷起比较重 他跟人演出 焦书先生的 那个毛园的那种形象 我觉得许伯诚呢 他的戏上有一种 幽默风趣 轻松的那个东西 诗人的那一面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 许伯诚是最适合 我们这个电影的 说这个例子 还有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 现在就是 毛园内科治的问题 其实内科治 是尊严辉以后才有的 但是呢 我们当时化妆 也给我们提出来 说弄不弄 其实我们说 就当时青年毛泽东 几乎所有的人物造型上 都会有哪个字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没有 观众不弄 那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观众心中 所以的像不像 真不真实 并不是历史上的 那个真实的毛泽东形象 而是你心中 对毛泽东形象的 一个想象 对吧 那么你能够 作为观众 你能够容忍 有几种想象 意味着 我们能把毛泽东的性格 的多侧面 多立体面 给展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 这次不成演的 这个毛泽东形象 我是比较喜欢的 好了 那对于这个 徐老师 你的这个角色 我们现在聊到这儿 我们一直 怠慢了猪老狗 就该说说他了 对 该说说他了 光给他评分不行 再给 开始给你评分了 这个也打分吧 打分啊 我如果打得比较高 你没有意见吗 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那个 您是真的不会做老好人 我怕 你总还只是求是 对 如果总分还是100分 总和100分 我会给韦子打96分 比主席高一分 来来来 鼓鼓掌鼓掌鼓掌 还是90嘛 谢谢 这上了一大的 扣分的地方 他自己知道 扣分的地方 是台词上的问题 如果台词的问题 就是满分了 在你心里 满分还是不行 别打满分了 不能满 就99 99分98 总有点空间 对 太少了 谢谢导演 太高了 他这个角度也是不错 没想到导演 给我这么高的评价 你看导演给的分很高 来 那对手 他是我的老大哥 不管是演朱德 还是演其他的形象 他很有经验 他是一个现场丰富 非常丰富的演员 这一点上呢 我必须向他学习 然后呢 我要打100分 这是真的 听出来了吧 就是你没有提升的空间 不是 这是不想让我往前发展 没办法发展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 你来讲啊 演朱德这个角色 其实挑战也真的是蛮大的 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非常贴近原形的形象 这个王武福老师 他这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对 所以怎么塑造青年朱德的形象 这可能对于你们这些要塑造一些特型角色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其实我的想法跟你恰恰相反 演朱德对我来说可以说没有压力 因为我呀 我这辈子我都没想过我能演朱德 突然接到电话 那个副导演跟我也特别熟 说你到我们组来看一下 我说拍什么戏啊 他说开国元勋朱德 朱德 这我能演谁啊 我问哪个伟人我都不靠啊 但是怀疑他就去了 一进屋 全上贴着我的照片 第一个朱德 我说什么情况 朱德啊 我说别开玩笑 这玩笑你可不能开 真的 准备让你演朱德 当时我不相信 但是我也想 这个本是制片人写 他写了六年 他对朱德的形象 在他的内心一定是扎根的 能够让我来演 肯定有他的道理 让我来演 我最大的突破就是朱德的内心 拍完那个戏在央视一播出之后 好多朱德在找我 我看完剧本一一拒绝了 我真的演不了 全是空壳 而且全是在主席身边 啊啊 是 一点思想没有 我们要演人物的灵魂 拍他的思想 所以我跟导演一姐说 哎呀 导演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人 所以这个片子 我们将来注定会成功 我想这也就是很多的观众 非常喜欢咱们这部戏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带来如此这个精彩的表演 那其实除了主席跟朱德的形象之外 其实在这部影片当中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忠诚的革命者的形象 这样我们也来看一下 刘安公曾经在德国军事学院 被数量军军学习过 政治军事很多应 为什么现在还不走 这样行动 部队早晚要打光 这么多部队 都在等你们探路的消息 还在犹豫 耽误行动 是要掉脑袋的 毛委员 你不要谦虚 也不用听别人的议论 没有改变世界的激情 怎么干得了革命呢 我们知道你最近不顺利 听说上海中央派来一个刘安公 整天指手画脚 冒充钦差大臣 总是跟你捣乱 我在脚羊的实验 我就是那个刘安公 首先出场的是非常帅气的刘安公 其实刘安公这个人物 在历史上来讲 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一个人物 在这部影片当中 给我们一个非常全新的刘安公 当时这个人物的设计 包括最后的呈现 您是怎么构思的 刘安公这个人物 是古天会这个题材 除了珠毛之争之外 第二个既不能回避 处理的难度又比较大的 就是说他这个人物 在历史上是这样 是中央特派员派的洪世军来的 到了洪世军以后 刘安公可能个人 确实在性格比较年轻 性格上不是很成熟 客观上让洪世军内部矛盾 更加的激烈 后来他牺牲完了以后 一直没有一个定论 到八十年代初 就改革开放以后 就下了一个文件 虽认刘安公同志 为烈士 这是历史上的 这个人物的一个真实情况 我们这次在写的时候 就怎么把握这个人物 第一 刘安公对革命的忠诚 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点 刘安公这种人 国外学习回来 对马列的那些东西 特别熟悉 他们在欧洲去 倒火成功 然后要在中国 这块古老的大地上 实现他们认为的 那样的一个天国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 拯救者的角度 自己是高高在上的 刘安公这个演员 演第一场戏的时候 他第一次出场 就全主人停下来等他 他找不到那个感觉 当时他特别紧张 说他要怎么办 全主等着我 一个大场面 所以我把它拉到一个 我特别简单的说 我说你特别简单 我说你这心中 不断地念叨 说我是太阳 我是太阳 你就念叨这一句话 从此以后 他一下就把那个感觉找到了 后来演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人物带给我们 是一个很鲜活的人 也许他一开始出现 并不讨好 并不讨喜观众 也许可能开会点烦 巨人千里之外 但是我觉得 您在最后的那个 他牺牲那场戏的时候 整体的刻画 整体的塑造 非常的完美 让很多人在最后 对刘安公这个形象 有一个大的逆转 为他而感动 为他而心疼 甚至为他而惋惜 杀起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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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众 我挺感动的 这是刘安公这个人物的 完成的这一笔吧 这个形象还是比较饱满的 其实之前还看了一个片段 就是这个傅百翠 认错刘安公的 对对对 这段戏很有意思 说了很多话 把刘安公认成了这个毛主席 对对 其实傅百翠这个人物 也是很有特点的 非常有特点的 他对革命 对这种 对党的这种坚毅跟忠诚 对 在他的眼神当中 语言当中 形体当中 体现的淋漓见智 对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也想把 刘安公这个演员 请到现场 但是很遗憾 他有别的孤独在身 但是今天我们也特别 请到了 饰演傅百翠的 我们这一位演员 来 掌声有请 林毅杰 中国内地男演员 在电影《古田会议》中 饰演傅百翠 代表作品 幸福像花儿一样 寻入 辛亥革命等 你演了这个 傅百翠这个形象 在这个戏当中 虽然戏份不是很多的 但是非常的出彩 很出跳 你演了这个角色之后 你觉得给你带来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首先说傅百翠这个人物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是那个毛主席 忠实了粉丝 然后比较倔强 刚开始呢 我在扮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呢 就是 有段时间一直找团状态 你还是应该去的 后来也是谈倒 然后找我聊过几次 然后中间不停地沟通 慢慢地开始 找着这人物的状态 请你告诉毛卫人 希望他有时间 能来看看我的徒弟改革 我在家乡等他 所以后来呢 到演这个角色之后 找到状态之后 又是驾行就熟的 就可以来驾驭 这样一个角色了 对 我觉得不管是一杰 还是刚才的两位 这个饰演这个猪毛的演员 表演非常的生活化 非常的松弛 这也是咱们这个戏的一个特点 再包括像毛卫元 跟赫死珍 他们的生活当中 那样的场景 我觉得让我们看到的是 真真正正的一个伟人 在当年年轻的时候 他们那样的生活 今天到底要来什么贵客呀 我们一向不休蝙蝠的毛委员 都化起妆来了 我今天要做一个 八面美人 四处讨好啊 生病了不吃药 你是真想去苏联养病吧 子战 你不懂 我年轻的时候在长沙 只要一生病 我就出去跑步淋雨 很有效 这叫做意志战胜木质 这碗药药不喝 晚上就没辣椒 子战 你是有名的双枪手 保护好认知的安全 我们整个人那个组 就是在现场的范围特别好 是一个创作的范围 它不是像像其他的 就是好比说是有一些 就是商业片啊 就一部分 它是为了赶时间 为了赶周期 就是我们那不是 我们是一个 一个创作的状态 这么可爱的一个剧组 好吧 我们也特别感谢 接下来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真实讲述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故事 抽肥不瘦 抽多不少 抽好不坏 艺术在现完整的第一代领导人群下 在这个群像当中 最突出的人格特点 就是人事 稍后精彩继续 好了 我们跟野员们也聊过了 其实刚才聊了很多很多 我们这部戏当中的一些特点 我们聊了视觉效果 聊了舞美 聊了人物的刻画 聊了性格 聊了您对历史 整个大事件的一个把握 其实有一点 我自己有一点不明白 其实很多的朋友呢 看完这部戏之后 都说了这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马上要说的 第七个特点 军装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应该 也是不得不提的吧 对 里面的很多新装是崭新崭新的 那对于当时那样一个场景 那样一个环境当中 这是您有意设计的 还是真的是历史的还原 这是这样 这是历史的真实 当时如果有很多人会产生这个误解 说这是不是你们在复华道上 犯了一个重大错误 当时呢 二九年三月份 打下这个闽西重镇长厅以后 因为长厅当时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商业的 那么一个城市 当时的商会 为了表示对红军的支持 商会出前是给红军在那建了 制作了第一套统一的新军装 并且那个军装是朱德军长 朱军长亲自设计的 所以说故事开始了 一到了闽西以后 实际情况是红军穿的 是特别干净 特别整理的 所以那个军装是历史的 所以我们不能以当时历史的现状 或者说以当时的经济状况 来想 那个时候就应该穿得破坏蓝蓝 对 就应该穿的是旧军装 对 其实是完全还原历史的 对的 还原历史的 好 这一点我们完全清楚了 所以我们这个特点 我们这个疑虑也解开了 对 其实除了军装的这个特点之外 还有一个让我们很震撼的一个特点 就是在您的这部影片当中 出现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群像 那您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群像 来展现出 当时在革命初期的时候 那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吗 我们在梳理史料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就是没有古天会议 中国革命就不知道会什么样了 但是会不会 古天会议的召开的前提是 中央给洪世军写了九月来信 没有九月来信 那是不会有古天会议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突然发现 就是当时其实 情况非常的微妙和复杂 中共第一代高级领导人的群像 这么一个形象 在这个群像当中 最突出的人格特点就是无私 就是对革命的忠诚和奉献感 所以说有了前面的这些特点 包括您讲的 我们这部电影 其实塑造了很多在大荧幕上的第一 对 那其实很多人在评价的时候 就会说到我们今天总结的第九大特点 就是这是一部主旋律影片 但是是我们见过的最有观点的主旋律影片 我觉得观点这两个是您觉得恰当没用的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 就它对历史有一个立场 我们如何看待共产党领导的这个革命斗争 我觉得这是我们拍摄革命历史题的电影 那个价值所在 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运用到我们今天 处理到我们的问题 其实你说我们今天的问题 跟二九年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们要信仰重建的问题 要进行体制改革 使我们这种信仰得以在 得以这个实施的这么一个问题 等等等等 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对待历史 必须站在今天这个当代社会的这个角度 去回溯历史 这就是我觉得是不是 你说的对历史有观点的问题 那其实您这部电影呢 还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就是2014年的10月30日 全军的政治功德会议 就在古田会议的原址召开了 而且谁主席呢 做了重要的讲话 也是明确了新时期 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 当然还就是强军卫国的 新主张跟新使命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部影片 对于现在的我们的广大官兵 有什么样的教育意义呢 首先要感受到 就是在革命那种艰难的 那个历程当中 我们的革命先辈 他们的那种献身精神 那种牺牲精神 第二个呢就是 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个故事的 对历史的描写 让他们真正理解到 党指挥枪 对于我们这支队伍的重要性 这两点可能是我们官兵 在这个电影当中 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其实节目最后呢 我特想用我摘抄的两句话 来做结尾 第一句是一个影评 来形容这部电影的 他说 这是一部具有红色印记 历史真实领袖风范的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 我们回顾历史 是为了让我们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我想这是对您这部电影 非常高的一个点评 当然 还有一段歌词是这样说的 古田的新风翻开壮美诗篇 光荣的队伍唱出强军的豪迈 永不停留 喝着时代的节拍 我们昂首奋进 走进未来 最后再次感谢谭导 带着电影的主创 来到节目当中 也希望您的大作 以后再次可以登陆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了各位观众 这里是我们的军旅文化大视野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